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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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羊毛快乐剧场 真是郁闷 昨天上午我准备完成语文的整本习题集 下午计划完成数学的整本习题集 可是一整天一本都没有做完 这个情况听起来挺耳熟的 哦对了 是有许多小朋友问 为什么计划定得好好的 却总是玩不成 心里只能干着急 哦 原来大家都和我一样啊 那怎么办 是不是我们太笨了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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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明显是大家太急躁了 不了解自己的能力 总喜欢好高骛远造成的 首先计划写得好好的 结果由于时间不够 或者能力有限 而不得不伴处而废 好高骛远 这是什么意思啊 淘气 好高骛远就是不切实际的追求过高过远的目标 目标距自己的能力相差太远 实际上又不合理 就变成这种情况了 哦 意思是我们过于急躁了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拟定计划 龙大哥终于明白了 不知电视剧剧的小朋友明白了没有 一边看动画片 一边思考一下我淘气刚才说的话吧 啊 海上赫讯就要开始了 蓝猫怎么还没来呢 竟然还给我下个挑战书 我蓝猫是用淘气同学 在海上赫讯当天的一场真正举行间的决斗 生者便可以先请晋级 请接受挑战 晋级的机会来喽 哈哈 淘气我来了 淘气老爹 你准备好决斗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 准什么备啊 对付猫大哥你还不想菜一碟吗 走吧 哦 有个性 我喜欢 好乎的是这小子在哪里呢 找到了 还弄得有板有眼呢 连水手服都换上了 好 既然是海上体能特训 那今天决斗的内容就来个海豚万战争 抗五毛将军打你落花流水 等着吧 我的地盘我罪大人 想和我PK嫩着呢 小老鼠 别在那自明得意了 瞧瞧你身后吧 成了洛汤鼠了 什么洛汤鼠 我可是鼠少将 老家军是吧 我现在正式向你宣战 今天非得让你鼓手畅臣不合 飞水锅里只躺下 看你好心到几时 小老鼠你还跑 你猫爷爷生气了 哄我很严重 看 帮哪儿逃 猫将军前来应战 别嚣张 别嚣张了 这可是我的地盘 我罪大人是吧 你小子就这两句台词 少废话 接招吧 你别乱来啊 小心我告诉鸡大婶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同 站住 你就乖乖地束手就擒吧 晋级的机会是我的 过来吧 你以为四肢发达就能当明星吗 王将军 我请你吃鱼了 等我打败了你再慢慢享受鱼的滋味 我就不相信你不下来 然后 让我出去 让我出去 我赢了 属少校 你就先在下边休息休息吧 哈哈 晋级的机会是我的 怎么 怎么没有动静了 毛将军辛苦了 你在海上继续悠闲 我先申请晋级去喽 什么 你申请晋级 怎么可能 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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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仓漏水了 我要赶快骑船逃跑 宝大哥 拜拜了 淘气 老弟 等等我 蓝猫 我叫你去海上特训 不是叫你去海上游泳 你是不是不想成为正式学员了 这里容不得你们在这里瞎胡闹 我们是想通过海上战争的方式训练体能 哎呀你们还有理了 体能是这样训练的吗 居然给淘气下什么战术 说什么赢的可以晋级 你以为晋级是那么容易的吗 到底是谁批准你们这样可以晋级的 什么不能晋级 你俩各降一级作为惩罚 都给我去禁闭室好好反省 本来想好好表现一下 反而被降级了还关了禁闭 这 都怪你 搞什么决斗来骗我 我还不是想激发你的斗志 让你好好锻炼体能吗 哈哈哈我当然知道体能训练的重要性了 大家聚集在这里都是为了同一个梦想 谁都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提高的机会的 那等咱们出了禁闭室 再一起好好切磋切磋吧 怎么样 没问题随时奉陪 动画片看完了 写心过来询问为什么总完不成计划的小朋友们 你们想明白了没有啊 知道了 不要把目标定的太高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 把能做的事认真仔细的完成不要急于求成 培养耐心也很必要 有些事急也没用 小心弄巧成拙 出现相反的结果 猫大哥 该公布上一期有讲竞答题的答案了吧 好的 上一期的题目是 请看 火灾后利用疏散通道逃生时 要尽量靠近通道的什么部位行走 正确答案是2 承重墙或承重构建部位 猫大哥我问你 如果是你家着火了你怎么办 立马带上存折逃命呗 都这种时候了你还顾着钱呢 你知不知道火燃起来的速度有多快 逃命 那我问你怎么逃 总不能活活被火烧吧 小朋友们 家中遭遇火灾 你们会怎么做呢 如果不清楚的话 看看下面的短片就知道了 家中遭遇火灾的应对方法 家中一旦失火 千万不要惊慌失措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爆火警 拨打119爆火警时 要镇定 口齿清晰 讲清楚家庭所在的方位 街道 门牌号码等 并且在发动邻居 搞好自救的同时 要派人到主要路口迎接消防车 火灾发生时 火势发展十分迅猛 如果你在加州 一定不要只顾着埋头抢救财产 毕竟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火灾如果发生在较矮的楼层 可以快速把屋内的被单 窗帘等撕成长条状 将一头系在牢固的地方 另一头甩至楼下 凭借这简易的绳索 慢慢拽着往下滑 如果遭遇的火灾火势太大 又在较高的楼层 那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躲进洗手间 用水沾湿毛巾衣服 布类等物品掩住口鼻 以免因烟雾熏人而导致昏迷 千万不要躲在床下 或橱柜等相对比较封闭的地方 总之 家中遭遇火灾 一定要保持清醒冷静 寻找安全通道 或在比较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千万不可贸然 千万不可贸然跳楼啊 记住记住 特地记清楚 小朋友 你们也要把遇到火灾后的救援方法 深深地印在脑海当中哦 好下面马上出题目 知识有奖进答 遇到家中着火 下面哪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呢 一 立刻拨打119报警电话 二 用水沾湿毛巾掩住口鼻 三 从楼上跳下去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请赶快拨打蓝猫快乐热线 16899199 我们有丰厚的奖品等你来拿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拜拜 小朋友们再见 和 Stevens 主持 Portland 伯母今天说 Our Ulythree 接见我们最好的人 aesthet~? partners Indigenous 事与混彩 他们见好了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